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晨 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一 欢迎收督开市追渣沽 今晚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好 唐牛 今个星期大使有什么焦点 早晨 今个星期的焦点 指数上是18.0点能否收到 消息面上是内地经济数据 例如GDP 美国方面是业绩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 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来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各别发展 尾巴紧张局势升级 油价急升5% 避险情绪升温 金价和债价都向上 美国联储局官员 发表加派言论 以及华尔街大行业绩理想 道指高开102点后 最多升326点 中原一度倒跌 收市升39点 收报33670点 升幅0.1% 标指和纳指高开低收 标指收市跌21点 报4327点 跌0.5% 纳指跌166点 报13407点 跌1.2%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回吐0.8% 全星期计算 道指升0.8% 标指升0.4% 纳指向下 欧洲股市星期五下跌 法国和德国股市跌幅超过1% 一起看焦点美股 星期三即将公布业绩的Tesla 连同苹果、Google和Amazon 跌幅超过1% Meta跌幅超过3% 波金大通业绩好过预期 并调高全年净利息收入预测 股价一度升5% 收市升1.5% 富国银行升3% 价升3% 收报1,932美元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各别发展 京东港股上日急跌11% 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超过1% 折合105.8号3 网易比本港收市略高 阿里、腾讯和美团都要比本港收市低 惠控比本港收市低 折合62.21 友邦、港交所都比本港收市低 看看阿泰区的外围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跌过500点 跌1.5% 最新报31,807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15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17点 新西兰50成分股指数最新跌94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客期 最新变动不大,跌20点 稍后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大家看看外围情况 耳巴局势的紧张局势持续 最新的情况是 以色列上星期五 要求加沙地大北部 110万人在24小时内 疏散往南部 大批巴勒斯坦人 撤离加沙地大较南方的城市 战况持续 上星期五 刚才提到美股是个别发展的 纳指跌幅较大 银行股的业绩理想 带动道指向上 现在看到避险情绪升温 债价向上 债息有一个回落的情况 今价升穿1900美元 油价升5% 另外上星期开始 美国大型企业陆续公布业绩 美国债息亦因为战事的情况回落 息口上 预期年底前维持不变 仍是多数的 目前预期12月加息的基率 大约是三成左右 现在的情况就是 看着耳巴局势 加息的情况 现在有一点愿意味缺 11月初 就会有新一轮的议息结果 第四季美股的走势 你又会怎么看 都是波动 高位波动 高位波动 不是低位波动 我想始终耳巴的情况 这些就留给专家说 我自己都是见步行步 始终消息太快了 突然间打不打 中间那些国与国的博弈 背后太多的原因 所以都挺难估 但是你看到 避险情绪就是升温 你见到 那些债价会上回一点 因为那些钱阴附在债道 所以那些债息就会回 我想这件事就是 你会觉得 是不是也有点害怕呢 而且你见到 那些油金也夹得挺厉害的 尤其是金 金之前 还说 有没有机会下1,800那些位置 转头夹夹夹夹 是不是上回1,900呢 最新已经 是 已经上回1,900了 是的 还打算买平金 买不到的 那就失去机会了 真的 真的 就是见到那些钱 你其实信钱就可以了 是 那些钱你去哪里 就告诉你 其实市场是否害怕 所以美股 那我自己就 反过来说 就是 咪后也跟Rendy说的 就是 你美股 其实港股你都不害怕 其实美股我觉得 不知道有什么好害怕 是 你玩美股 玩了一段日子 其实 应该都保持正数 你拿着那堆大股 你不用说要去到NVIDIA 是 当你最稳定的那只苹果 苹果 苹果 都一百二十多元 这个位置 我觉得 舒服 那变了 你说指数 因为始终你指数 有很多成份股 组成的 但是你说个别股份 就是你说拿着那些大型股 你说最近的Meta Google 其实都做得不错 而且这些股票你是懂的 就是你不是说我 随便说英文字 你不懂那些股票 是 那我就不会建议你买 你拿着那些全部 你用家 你正在用的 我觉得 是可以继续保持住 那当然 就是 你一直没有买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一直没有买 不如不要买 你多年都不买 你不会相信的 OK 但是如果你继续保持有买的时候 其实你觉得 都真的舒服 安全 那当然你说 你一直不沽也没用的 那你便反过来 就是我自己的操作上面 你可以一直不沽你的货底 但是你可以炒上下的 有时候这些大事件 好像现在这样 就是有些冲突事件 突然间市场摘下来的时候 那你便买一点 试一下 然后他发觉 那个事件突然间又好像 没有那么紧张 又抽上来的时候 那你便可以走 其实我现在中间 都要自己这样操作 那尽量令到你的成本价 拉低 那我想这个就是 你操作美股的一个方法 就是美股 唐鸣的看法 都是继续看好 好 我们谈谈点个股 好 Tesla 来近星期三 就是美股收市后 会公布业绩 市场预期 那个季度收入 就会继续有一升 始终销售数据都会理想 预计会涨14% 但是经调整盈利 就会按年跌28% 去到26亿美元 还有现在大家都看着 它的毛利率 估计 即预期 按年会跌到7个百分点 其实上次公布的业绩 现在是20%以下 最新大家预期 就是18.1% 就是它最新的毛利率 好 你自己近日有没有炒Tesla 如果其他投资者 想炒业绩 你建议会如何部署 是 我是有炒Tesla 之前 25多买过 然后26多走了 是的 然后 Tesla 你也是以一个 range的形式去炒 是的 总之就是跌下来 我想大概30%左右 我就觉得值得买 因为很快就会抽上去 是的 利新 我上个星期五都有买 我251左右有买 是 不过我不知道它原来 星期三出业绩 是 所以你想想想 不是害怕 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 它上一次曾经一下 大跌下来 去到240元的位置 那天发生什么事 它就是说 它应该是第三季的数据 不是很漂亮 是 就是顺遇期之类 所以就炸了下来 那当然了 出了那样东西之后 很快又抽上去 美股就是这样 但是 现在这个水平 250元这个水平 是比那次出数据的低位为高 是 那是害怕的 就是害怕 这次出第三季的数据 如果这些毛利率有什么差池 其实有机会再炸多东西 所以 还有你消息层面上 你也知道 它继续说减价 是 毛利率应该不会怎么好 是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也算了 一会儿可能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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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短炒那口货可能要稍微稍微稍微 避免了 我会先选择 你会避免了 我会先选择 我会先选择 货底不高 货底保持有便宜货 但是短炒那些我会先选择 你宁愿等它出来 OK 没问题 你才买得安心 或者真的不行 跌下来的时候 你也仍有个便宜货位买 是的 好 牛偶的建议就是 如果炒Tesla 反而是避免了业值 看一条数据再做决定 好 我们看看港股上星期五的走势 我们先开个图 这是恒生指数 恒生指数 终止连续五天的上升 跌穿18,000点 恒指上星期五 低开291,000点 最多跌461,000点 收市就是跌了424,000点 收报17,813,000点 跌幅2.3,000点 国指收市跌151点 收报6,115点 跌2.4 科指跌139点 跌穿4,000点 收报3,879点 跌幅3.5% 大使全日成交 接近842亿 北水淨流出一日之后 星期五再次录得淨流入 金额是40亿2,000万 主要是买入ETF为主 最多北水淨流入的是盈富基金 金额10亿8,000万 南方恒生ETF有6亿5,000万 中移动有2亿4,000万 美团有2亿2,000万 正流出方面 工商银行有2亿1,000万 快手有1亿5,000万 腾讯有3,000万 港股大事 上星期有汇金增持 内银A股消息和承诺 一度升穿18,000点 之后回落 但仍然守着20天线上 星期五收市之后 出了不少消息 传闻和政策 相信对后市也会有影响 和大家简单报告一下 先看看数据 9月内地新增贷款有23,000亿 小过市场预期 广义货币公然M2 按年上升10.3% 增速按月减少了0.3% 连续第七个月减慢 第二是评准基金的传闻 彭博最新人述匿名消息说到 中国正考虑设立有国家支持的 评准基金 Stabilization Fund 以提振境内股市的信心 报道说到 监管部门已向决策当局 提交评准基金的建议 规模或达到数千亿人民币 报道说到 当局过去几个月 一直有研究设立评准基金 并且近期和市场人士 进行最少两轮讨论 报道亦补充 评准基金实行的细节未确定 而且亦有可能不会成事 第三是政策 推出了限沽令 中证监星期六宣布 阶段性收紧用券 和策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即收紧沽空孖展 和投资者借出沽空货源 措施上 如果借货沽空 保证金额的比例 由过往50% 上调到80% 私务基金的比重 进一步上调到100% 另外是取消上市公司高层 和核心员工 通过参与战略配售 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去出借股票 即是禁止上市公司的管理层 透过沽空见上减持 中证监说到 加强融券业务易周期调节 已经是经过充分的论静评估 上星期五的夜期 持续回吐 低水62点左右 数据上 上星期四 其实CPI和PPI 以及最新的 新增贷款数据 其实都令到市场如期失望 展望今星期 有GDP和三头马车数据 不过看到长假期之后 就持续出招救市 你如何评估 刚才所说的 有些是利好 有些是利胆 综合之后 如何影响港股后市的走势 最新看一看 人民币 都是7.31的位置 即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其实跟一 那个离岸人民币匯价 中央都很明显出手 就是托着在某一个水平上 你觉得参考价值 还大不大 我想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起码没有再跌的时候 你炒下去也会更安心 你知道有人承受 就知道那个决心有多大 还有你说 相关那些政策性 就是很多 例如那些沽空 不准沽得那么厉害 那些东西 我自己也是觉得 都是希望它能不能够够够的信心 因为我今早都有看其他报导 说回 我们股市在沽空的比率 其实不太高 应该1%都不够 所以变得 你说股市跌下来 是不是真的跟沽空市 按道理就不太关事 是 所以你现在做这些动作 希望大家有个信心 说到最后都是信心 你有信心的话 其实你不用出任何招 它都会升 是 我想现在大家 对港股一样 港股的信心就等恢复 因为你赢不到钱 赢到钱的话 自己冲进去 还需要等你增加市场流动性 是 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我觉得A股一样 好的地方就是 你看到阿爷 真的保持着做事 又有素来人 又有政策 什么也好 又有平准基金 一定是有 很想提振市场信心 那样东西 你说市场有没有升 我想真的要看看 究竟有多少人相信 或者真的有没有 一些钱引导到回来 希望逐步逐步来 首先见底先 不要想着如何大升 见底先 我想这是第一个目标 至于你说港股 港股就是这样 当你想着 港股今次上万八点 挑战五十天 你又会有些信心 一转就回来 是 最高级也很厉害 炸到你 星期五的跌幅 是回到星期三的位置 是最穿迷 是 还有五天升了 1000点 但是一跌就400点 即一利就蒸发四成了 是的 正常的调整 应该升一千 跌二百而已 不管一来跌四百 那算了 埋单刀还有一升 但是你又要看 会不会 今天再不弹的话 再下跌的话 会不会又是在炒波幅呢 都挺难搞的 所以开节目就这么说 大家玩港股 都还可以玩到 这麽起劲的时候 没猜有什麽很害怕 是的 那你港股 先看看那些十天二十天 就是176、177那些水平 看看能不能收到 而且看看有没有消息follow 你说这个星期 可能你说 in our 地数据 如果可以的话 浪到的话 希望这里 就不要再试回之前的底 我想 你炒也是这样炒的 我相信上个星期 都很多人吃了糊 上到18000 你怎样都吃些糊 下来的时候 又被你再玩过 继续用炒波幅的心态 去操作香港股票 好了